纳粹因云,死灰复燃,近日,德军获获了一个由200名现役官兵组成的极右翼团体,及时阻止了他们暗杀多位德国高层政客的阴谋,幸亏德军先下手为强,否则德国前总统高克,现任外长马斯,以及绿大主席罗特等组一高官难逃独手。 要知道这个极右翼组织的实力堪称雄厚,团体中的大部分官兵,都来自陆军这种部队,可谓是精英中的精英。 更令人不含了力的是,在军方的调查过程中,竟然还有人通风报信,把即将进行的搜查和审讯行动泄露给了密谋者。 种种迹象显示,以极右翼为代表的纳粹势力,已经不可阻挡的在德军中败烂开来。 一旦他们的暗杀计划成功,这个现代版的啤酒馆暴动,就将彻底改变德国的历史进程。 纳粹的幽灵,又因此游荡在德意志上空,获取萧桥。 1923年,德国马克暴跌,仅融解一片混乱,路尔工业世界被法国和比利时占领,煤炭和铁铁工人,全都失去了收入来源。 乱象重生之下,希特勒利用人民对德国政府的愤怒情绪和爱国热情,发动了啤酒馆暴动。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。 95年之后,这200名极右翼官吟,也想利用人民对德国政府的不满,发动一场军事政变。 德国人民为何对政府不满?难民问题,2015年,德国为难民打开了欢迎的大门,短短五个月的时间,就接收了一百多万名难民,几乎相当于德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一点六。 为了安置这些中东难民,德国政府付出了巨大的代价,光是财政支出就增加了211亿欧元,越合1441.13亿人民币,难民美元还可以获得354欧元的补助。 不过,相对于在金钱上的天价花费,德国政府更头疼的是难民给德国社会的带来的巨大冲击。 众所周知,中东难民拥有坚定不移的宗教信仰和根深蒂固的文化归属感,难以融入德国的世俗文化社会。 再加上他们相对较低的教育水平,以及无法解决的语言难题,这些难民几乎无法找到体验的工作,分分轮为弱势群体。 要知道这群中东难民大部分都是饭尽家财,一贫如洗的才进入德国。 他们满怀着德国梦的憧憬而来,却长期承受着最底层的生活。 巨大的现实落差,再加上内心的苦闷,使他们渐渐滋生了对德国社会的仇恨感。 由于大部分进入德国的难民,都是年轻力壮的中青年男子,所以他们往往选择用暴力手段来发现心中的不满。 2015年9月,卡萨尔市的一处难民营,一天之内连巴三起流血冲突。 2016年1月,卡萨尔市发生了难民对德国女性的有组织性侵活动。 2016年9月,萨克三周爆发了难民与当地民众之间的集体斗殴。 据统计,自从打开欢迎难民的打没之后,德国的治安状况就急剧恶化。 截止2016年底,德国境内的犯罪率就上升10%,而这多出来的案件里,有92%是由难民引起的。 其实,不只是治安事件层出不穷,就连德国的安全环境也不容乐观。 2016年7月,短短期间之内就接连发生了4期恐怖袭击活动,如此高的频率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。 眼看着难民朝就要彻底摧毁,原本宁静和谐的社会秩序。 德国政府也不得不收集难民政策,2016年接收人数大幅下降,到28.66万人,2017年更是在前一年的基础上,又减少了10万人。 然而,数月净而逢不止,即使降低了接收人数,近三年来涌入德国的难民,也已经高达180万人。 实际上,德国政府也试图遣返一部分难民,然而却收效甚为,为何难民宁肯在德国保受歧视,也不愿回到家乡? 他生怕死呗,相比于战火纷火的中东,在德国至少可以保住小命,更何况还可以领取免费的难民补歇。 如今,大规模群居的难民,已经成了既定事实,必将深刻改变德国的人口结构和社会形态。 龙刃,龙刃可以断定,德国未来无法逃避的两条道路,要么以以斯兰化,要么法西斯化,罪魁祸首,请神容易送身难。 德国政府,彻底是趁了连心,在10月28日,举行的黑森州选举中,默克尔所在的基民盟遭遇惨罢,该党的得票率从5年前的38.3%中将到27.2%,这也是52年以来,基民盟在黑森州的最糟糕选举结果。 明显色变,大势已去的默克尔,不得不背负起贷选的责任,仅仅一天之后,这位德国总理正式宣布,将放弃参加6周后的基民盟党首选举,并同时放弃在本届总理任期届满2021年号寻求连任。 这位已经在23年的德国铁娘子,终于到了退出政治舞台的时候,志尔曼人在此时才选择抛弃默克尔和他所属的白左政党,维持万一。 在龙印看来,默克尔才是导致德国出现一系列乱象的罪魁祸首。 当他下决心接受难民时,德国安全部门曾对此提出过疑虑,但是这位圣母根本不为所动,他不在意难民涌入德国后的安全风险,在意的只是因此收获的赞誉。 事实上,他一确实如晕了,全世界的主流媒体,几乎都在为默克尔歌功颂德,西方学姐的领袖更是毫不吝啬对他的异美之词。 纽约时报甚至趁默克尔的成就超过了埃登纳、史密特和科尔等级任德国总理,是当之无愧的最杰出欧洲领导人。 呵呵,默克尔和德何能,竟能与自己的恩师,德国前总理科尔相提并论。 在他之下,德国经济确实在欧盟内一支独秀,GDP从2005年,刚上台时的2.86万亿美元,升长到了2017年的3.68万亿美元,增长了30.1%,尤其在2016年,德国财政收支盈率高达237亿欧元,创下1990年量德统一以来最高值。 但是德国经济发展的功劳,并不能完全为公寓默克尔,事实上,他也不过是前人栽树,后人成良的受益者罢了。 上世纪80年代,德国经济为你不振,产业结构调整严重之后,直接导致政府债务和财政制则连年高涨。 好在1982年出任总理的克尔,提出了五项基本改革方案,减税,压缩财政支出,辅植新兴产业,放开货币政策与财策政策。 正是得益于克尔大刀扩斧的供给策改革,才一举奠定了德国制造业,发展的坚实基础,该国经济才能触底反弹并重新启航。 毫不夸张的讲,默克尔如今所取得的经济成就,仍然还是在吃克尔当初的老板。 克尔不仅是战后最伟大的德国总理之一,同时也是默克尔的政坛领路人。 可是,当他在1998年深深陷政治现金丑闻时,默克尔却率先背叛了自己的恩师。 默克尔高举道义的大旗,主动投书媒体,宣布与克尔划清界限,冷静而残忍地终结了这位已经执政16年的德国总理的政治生涯。 不难看出,既虚伟又绝情的默克尔为了权威,已经放实了拥有的底线。 如此一个热衷政治正确,贪慕道德逊宁的默克尔,简直辱没了德国总理这个光荣的职位,必将被永远盯在德意志的耻辱柱上。 大乱将至,默克尔要下残局跑了,可是德国的乱局却没有丝毫改善。 今年7月,东部萨克森州的大批民众纷纷走上街头,高举着支持百移民、百伊斯兰化的极有异政党而跌的标语。 无独有偶,诸如莱比锡、德雷斯顿等东部城市,也频频发生袭击万来移民的事件,事情正在起变化。 自从两个合并之后,一直被主流社会哭示的东部民众终于站起来反抗了。 这些东部地区的群众认为,在德国,第一党是西部人,第二党是移民,最后才是他们。 德国政府宁愿花费只额资金去融合中东移民,也不肯拨出经费来提升东部地区的经济水平。 要知道,自从柏林墙倒塌后,原东的地区已经损失了超过百分之十的人口,正在变得日益贫困。 众所周知,贫穷是最容易滋生极端主义的土壤。 即使收周经济势力最强的德国也不例外,既有一组织利用人民对政府的不满,正在大肆扩张势力。 在2017年的联邦议院选举中,德国另类选择党获得了12.6%的支持率,一跃成为德国第三大党。 更令人不安的是,该党还解除了成员,参与民间排外联盟游行示威的禁令。 这意味着德国的右翼排外势力正在河流,并逐步壮大。 你如果热爱德国,就应该启致鲜明的反对以斯兰话。 你如果反对以斯兰话,就是热爱德国的表现。 既有一组织的这句口号,毫不掩饰对中东移民的仇恨,令人不寒而栗。 可怕的是,这句口号却获得了越来越多德国民众的认同。 德国民众和中东难民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谁火不相容的地步,大规模内乱已经无法避免了。 公元376年,罗马皇帝马林斯为了彰显自己的人词,不顾将领的反对,准许日尔曼纳明进入帝国境内避难。 可是仅仅两年之后,由于不堪忍受低人意等的生活境遇,日尔曼纳明发动了叛乱,最终掀开了罗马帝国的崩溃建成。 公元2015年,德国总理默克尔也为彰显自己的圣母心,不顾安全部门的警告,准许中东那年到境内避难,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,即使过去了1600多年,尼郎入社的故事,又在重新上演。 只不过风水轮流转,这一次被颠覆的一方,换成了日尔曼人自己。 潘多拉的魔盒已经被打开,未来的德国究竟会走上哪一条道路,是重新出现一个希特勒,还是彻底沦为的意志斯坦? 让我们拭目以待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